江門前小河看似美景 卻讓先生事業遭受打擊 這個河流在背後 好像刀子一樣 花在你的背後 所以容易犯事容易犯效了 有… 有嗎 因為我先生他雖然做運家 可是他很多要生產機具 然後他就跟朋友合作那個倉庫 有一次還要回去拿東西的時候